它是想代表我們中國 它想跟鄰國共同發展 共融共進共享 我們能幫助你們 你們也能幫助我們 形成一個和睦的一個大家庭 它是一帶一路的 提出的一個終極目標 以及一帶一路 它提出的發展的依據 我是真心的 我願意取名你 我覺得很輕鬆 相對來講的話 我個人生活空間也有 然後呢 也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影片內容是由Flip和Tutoreful 以及支持United Overseas Bank Great Wall 和Bank of China 大家好 歡迎來到Tunite Inspiring Podcast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吳思田 史達西亞 以往的話呢 我們的節目是以邀請 在華留學的 印尼優秀大學生為主 但是今天的節目中呢 我們引來了一位特邀嘉賓 這位嘉賓就是中國與印尼 一帶一路合作的重要人物代表 他畢業於世界的知名高校 其中包括北京大學 曼策四次大學 以及劍橋大學 他從事金融法律工作 已經有十多年了 並且獲得了金融領域的頂級認證 他也是一帶一路戰略構想 家族財富傳承等多部著作的作者之一 如今他是一位著名的一帶一路實踐家 歡迎王翔斌王博士 王博士你好 謝謝 你好 知道您非常的忙 感謝您今天就是抽出這個時間來參與我們的播客 對我們今天的主題呢 是關於跨文化視角與機遇導航 Navigating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and opportunities 當然來華的留學生可能很多都對您就已經很熟悉 但是還有一部分的人可能對您還是不太熟悉 可以請王博士簡單的做個自我介紹嗎 好的 首先我認為 我介紹的第一個這個標籤應該是 我是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朋友 因為我跟印度尼西亞從事了很多年的往來 我很喜歡你們的國家 第二我是一個做金融和一帶一路 兩個方向的一個學者 還不能稱之為專家 第三個呢 同時我在中國呢 還是跟一名老師一樣 我也從事教育工作 就是我是很多個大學的一個科技教授 當然同時我也是中國的英美律師 OK好謝謝大家 好 就是說您身份就是 除了從事金融 還有就是一帶一路的工作 工作 還有是教育 教育 然後是法律工作 法律工作者 對 OK 好的 那麼剛剛就是您有提到一帶一路嗎 是的 就是近年來在各個新聞啊 無論是國內國外 或者是媒體等其他平台上 都經常有提到關於一帶一路的這個話題 那麼您能大致講解一下關於一帶一路倡議嗎 就是是什麼樣的一個機遇能讓您參與到其中呢 關於一帶一路呢 我就想很緊急的去闡述它一下 因為很多很多人包括中國人也有很多人不太理解這個一帶一路 我只能講的一帶一路它是應該在新時期下面 中國對於跟靈邦國家的一個倡議 這個倡議在原來的這個海上絲綢之路 以及這個路上絲綢之路 這個基礎上綜合提出來的 它是想代表我們中國 它想跟靈國共同發展 共融共敬共享 我們能幫助你們 你們也能幫助我們 形成一個和睦的一個大家庭 它是一帶一路的提出的一個終極目標 以及一帶一路它提出的發展的一個依據 好 謝謝大家 那您是作為一帶一路的實踐家 對嗎 我想我只能作為一個實踐者 還不能稱之為家 實踐者 對 作為一個實踐者 對 那麼就是在一帶一路的項目當中 您是負責什麼工作呢 對我來講呢 在一帶一路過程中 比如說我們現在跟印尼 發生這個一帶一路相關的一些業務往來的時候 我更多起到的是一個 就是雙方的中國跟印尼 中間的一個橋樑作用 這個橋樑作用呢 就是有可能我們印尼的一些 企業啊 機構啊 它要跟中國發生關係的時候 它往往不了解中國的人土分情 不了解中國的法律 法律法規啊 一些外國公司進入的準路條件啊 那麼我就可以給很多的中國的公司 來解答這方面的疑問 甚至幫他們做一些服務 也就是說您是負責服務他們 對 如果要出口到印尼那些 條件條規那些 對 就簡單一句話就是說中國的企業 如果想要進入到印度尼西亞市場 我們負責推薦它 然後負責引導它 負責服務它 嗯嗯 對 明白明白 因為有很多企業可能是不適合去印度尼西亞 我們會告訴它你不要去 去了對你 你不適合在它那個國家 甚至我們的國家不歡迎它 印度尼西亞不歡迎 因為又有很多的原因 它不歡迎這種公司 他們那本身不知道 那麼我們就負責這個徵選啊 推選的工作 同時呢 你去了以後 你肯定剛開始的時候 就人身地不守中國人家 那麼我們就幫他提供服務啊 呃 然後讓他盡快的 融入到印度尼西亞這個大家族來 嗯 OK 嗯 那麼在剛才前面的介紹 也就是有說到您是呃 在知名的高校畢業嘛 然後就是想問一下 就是您之前在大學裡 所學到的問題 問題和東西上就是 在從事工作中有什麼 什麼樣的一個相關性嗎 嗯 我們要有兩面線來看這個問題 就是大學裡學到的東西 它是不足以支撐 你以後在社會上工作 所需要的支持這個面 但是它又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沒有大學裡這個 打下的這個基礎 你可能擬領這個進入社會的機會 都不太有 因為但是這個基礎 它是不能夠應對 足以應對 說你不能說我在大學學的東西 我在社會上工作 我就足夠了 不是的 你還要不停的去學習 因為社會跟大學 一個叫理論 一個叫實境 理論只有你在實境中不停的去玩上 不停的去用它 不停的去補通它 不同的加入你自己的心得 才能形成你的一套處事原則 那麼我認為這個一句話概括的話 就是說它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但是不是全部 也就是說大學是我們在那裡學的理論當中 就是準備以後就是出社會的時候 拿去實踐的 對拿去實踐的一個基礎 你要去分滿它 你要不停的去停從它 把它內容變得更加完滿 分滿 然後足以來應對 就是你在成長過程中所需要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大學知識重不重要 很多人說大學我不去讀了不行的 大學是必不可少的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它甚至是你人生進入社會中的一個過渡 這個過渡呢 因為它帶了很多的保護色 當然到社會上就不行了 你要全靠你在大學學的那一點功夫 不停的去生存下去 不停的去進步自己 到基礎還是大學的知識 那就是除了參與一帶一路的項目之外 就是您還有從事什麼其他的工作嗎 就可以詳細的再說一點 就是前面您介紹的那些 對那麼我大部分的時間 是在做一帶一路的工作 一帶一路的工作 在這個方面我也樂此不疲 我覺得這個挺適合我的性格 當然除此之外 那麼剛才我也提到了 同時在這個特別是在早期的時候 我剛出大學的時候 我是以一個中國律師的身份 來從事法律工作 我也做過很多的法律上的一些 我們稱之為案件 做過很多相關的案件 除此之外我還在中國做金融 做金融 然後包括現在我也在東南亞的 銀線國家來做一些金融的投資 金融的投資 因為金融是我在後續步入社會以後 去學的另外一個技能 另外一個技能 所以我金融方面我也會有所設計 所以可以理解為您從事一帶一路之前 是一名法律是嗎 對,是一名法律師 對,是一名法律師 中國稱之為法律師 那麼在從事一帶路以後呢 或者在一帶路的這個 從事的同時進行過程中呢 我又開始轉向就是 又學了一部分金融 並且也從事了這個金融 相關的一些行業 就這樣而已 等一等 先讓你繼續收看 我想知道 如果TutoRaffle 最好的地方 為你的學會在外國 在外國的措施 的措施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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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TutoRaffle 我們想知道 作為一個印尼人 可能會有想和 中國人合作嗎 因為現在是 一代路的社會 很多人都想和中国合作 您能给一些什么建议 或者是您作为过来人 印尼人将面临工作上的一些 跨文化差异的时候 您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那我就说直接一点 因为中国跟印尼的大学生 因为种族以及分土人情 以及从小的环境所造成 两个可能就业观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那我个人认为 如果是说印尼人到中国来工作 那么我个人是这么想的 就是你最好是 先找个中国人做朋友 你先了解一下中国人的分情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公司 或我们的一些就是单位 他是会经常要求员工加班的 甚至这种加班是 就是可能就是不定时 他没有通知 随时就可能要求加班 那么我去过印尼 我知道印尼 他是很遵从这个做事时间的 我九点钟上班 我就上班 五点钟下班 我就下班 我不存在说 无缘无故加班这些问题 但是中国这是一个普遍的企业文化 我是要加班的 那你看这个就很难 很难 就会形成一个冲突 那你中国老板 那你加班 你认为你是NG 根据合同 你是不应该加班 那么中国老板就认为 你这个人是很不乖的 他可能就不喜欢用你 是吧 这是一个就是我 我只是举个例子 其他还有其他一些 价值观念的一个冲突 那么中国的这个企业 更注重团队精神 他认为一个团队是 可以彰醒一个 整个公司的力量 但我个人认为 印尼的这个很多的就业者 他更愿意体现他个人价值 他会认为个人价值体现更重要一点 这是我的感觉 不知道对于做 我在雅加达生活的一段时间 我感觉 那看这个就是又是一个重处的地方 第三个呢 就是说 对这个 对这个 这个 这个劳动报酬这一块 一般我们中国的劳动者呢 他是会默认公司给他的劳动报酬 甚至可能 有时候加班美食啊 有时候其他的什么报酬 他可能默认了 因为他认为他留在这公司OK 情不是很重要 但是 那我们是英式美式的作风 那我们很严格 印尼人就 那你我劳动了 你要给我钱 那你再插我就是不行的 我就在这方面 可能两者也是有一定的区别 那这样子 有可能跟中国 就会形成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冲突的一个行为 是这样子 然后中国人更喜欢 把员工 把员工就是培养成朋友 就是员工跟老板 你上班是三下属公司 可是你下来班就是朋友 然后可能印尼这块 可能会分得比较清楚 工作就工作 生活是生活 这是我在 我对印尼的 去了那边的一个感觉 是这样子 不知道对不对 因为你们更有说服力一点 没事 这就是您的看法 对 就是说 如果印尼人想到中国来的话 首先是要先了解 中国这片土地 对 然后他习俗文化那些 对 然后就是要把个人变成团队 团队的一部分 对对 如果让我想我宁愿去印尼工作 那为什么呢 更轻松 就是没有996 对 更有个人的时间 然后就不会压力那么大 我是真心的 我宁愿去印尼 我觉得很轻松 相对来讲的话 个人生活空间也有 然后呢 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就是不是中国还有一个 叫调修的说法 有这个说法 一部分正规的公司 可能也在实施 比如说一些上市公司 一些大公司 但如果是对于一个创业 或者正在发展的公司 就是你就要考虑牺牲这个东西 这个调修制度 是这样子 所以来中国工作的话 就要做个心理准备 可能会比较辛苦 对 是的 会比较辛苦 会比较辛苦 那么就是 现在呢 就有越来越多的印尼学生 他们来到这里留学 然后就是在你看来 就是是什么的原因 让中国成为外国学生的 热门留学的目的地呢 这个呢 我们说大的 有个大的方向 就首先是两个国家之间的 互融互通 那两个国家的交往多起来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多起来 我举个例子 印度尼西亚跟中国的贸易量 它是从 1210年到现在 它是直信上升的 对 那么这个 这是一种大的趋势 这种趋势 就是大背景下 融合推动两国人民 就是交往也会频繁起来 那么留学 这是一个大的群体 那么小的原因呢 我个人认为 那么随着这个 你们对中国的了解 你们会发现 中国的教育 其实也还是不错的 那相对于英美国家来讲的话 可能还存在 教育成本相对比较低 是吧 然后呢 可能教育 中国的教育部门 对印尼的学生也比较友好 就有多重减学金制度 那是 这个是一个外围的条件 第三个 我个人认为 可能就是说 你们来了中国以后呢 就是 人数越来越多原因呢 就是 中国 现在对这个留学生制度 它也是 本身这个制度 也是越来越开放 所以说 一个大环境 一个呢 就是相对选择的优势 导致很多 印尼留学生 愿意来中国 更大的原因是 因为我们很欢迎 印尼人 印尼学生来中国 我们欢迎你们来 因为 毕竟我们东南亚 还是比较近嘛 就是比起非洲啊 是吧 对 欧美那些 对 我们人种上 天然我们具有 听见 这个亲近性嘛 这样子 这个是我的意见 就是说 从贸易上开始 就是经济的合作 就是 经济文化 导致了这个教育 教育方面 也是有所提升 对 国家层面的融合 国家层面的 这个进一步加强 双边关系 这是大环境 大环境以后 就也会影响我们选择 因为会越来越多的 中国企业 到了印尼 它就会有 越来越多的需求 为什么呢 它需求 你要想中文 会汉文 你到我们公司 我们就要你 那么这种 经济刺激下 也是个原因 所以说综合原因 散出那么多原因 导致印尼的留学生 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希望 这个趋势一直是保持 不要 不要把它紧缓了 我们 欢迎越来越多的 印尼留学生 到中国来求学 对 那么讲到这个教育方面呢 您也是那个 在华印尼学生协会 旗下常识机构的顾问 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 您所在的这个组织 是连接一带一路 和在华印尼留学生协会 之间的一个桥梁 是 那么就是 是什么原因 让您选择成为 这个常识机构的顾问呢 我讲三点原因 第一点原因 这个事情 援自 这个驻华大使馆 李静参战的一个介绍 那么他跟我讲 我觉得 一个代表官方 他的意思是 留学生 特别是印尼留学生的 在华组织 还是需要帮助的 那么 那么 因为我 这个 觉得李静先生呢 这个 他的出发点应该是 公益性的 甚至是 就是 为了你们好嘛 然后这是第一个原因 那我跟他又是一个 比较好的朋友 那我就听从了他的意见 我想 就跟你们学生发生 一定的关领性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后来跟你们接触了以后 接触了以后 我发现 就是 其实印尼大学生里面 有很多 就是跟一带路相关里的东西 就是说 因为教育的流通 特别是亲领人 亲你们代表未来 未来的主流意识 未来的印尼的主流意识 那么你们现在 在中国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可以 利用你们在中国这个机会 我来跟你们沟通 来跟你们最早的建立起 这种理论的体系 就一带路理论体系 一带路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个共荣 共商 共进的一个理论体系 它不是说一个大国 也欺负一个小国的体系 那么我趁你们在中国 那么我就觉得 更好跟你们融通 贯彻 那当你们去工作的时候 那你们就会带着 这种正确的认识 到时候你们国家 有这种 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 形成的时候 那对两国之间 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这也是我做 一带一路的最终的宗旨 我是希望两国之间 对这个认识 它是一个 能够达成一个主流的 就是它不是有拼插的 不是说 这个是霸权主要 不是这样子 那么我 所以我就认为 我如果能够在这里 做一个顾问 那么我就有这么一种 临界的桥梁在这里 可以接近 你们这些大学生 那么我就更好的 可以跟你们产生沟通 那这种产生沟通 就是为了以后 你们回到印度尼西亚 你们可以代表 印度尼西亚的主流意识形态 那么跟中国这种 这个后续的 这个更好 更好 更友好的往来 形成一个理论的基础 也就是说 是一开始是 李先生给您介绍的 对 李先生 对 然后就是您觉得 有这个需要 对 让你也很愿意去 帮助在华留学生 对 在我力所难解的范围之内 你们有什么活动 或者有些大学生 本科毕业后 想申请研究生 那么我都可以提前帮忙 去申请一些 全二的奖学金 甚至可以提前告诉你们 哪些学校是比较适合 你们以后发展的 从我这个角度 我会告诉你们 第三个你们大学生 就是实习有需求 因为我下面有很多 管理性的公司 我也可以介绍 这样子 主要做这个 相对三个方面的工作 好 那就是 Halo info penting nih buat kamu yang lagi bingung nyari cara transfer yang simple dan gak ribet buat kebutuhan kuliah kenalan dulu yuk sama aplikasi Flip nah pakai fitur Flip Loop kamu bisa transfer langsung dari Indonesia ke akun Alipay dan WeChat Pay dengan biaya 95.000 saja di proses real time uang langsung sampai makanya yuk cobain hematnya transfer pakai Flip 之前 您有合作过的 一些印尼留学生 就是 您 您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我评价很高的 我不知道他的 印度尼西亚的名字 我举个几个人的例子 陈柯霞 他弟弟叫什么 陈柯辉 这两姐妹 印象特别深刻 甚至有一次 我在东加里曼 当访问的时候 临时需要翻译 那我就找柯霞 柯霞翻译得很好的 他中文很好 可以说是 搬了我大忙 是吧 然后呢 你们的组织中 我认识的蔡元凯 我一直在他玩利用 名字没记住 这回记住了 蔡元凯 我觉得他们都很阳光 代表了印尼 新时代学生的一种 线上的精神 不是说就是 当然也有不乖的 当然 再怎么不乖 他只是 信任在一种不乖 他本身 身上那种朝气 我觉得是代表了新时代学生 你们印尼学生的一种代表 一种精神 我是很愿意看到的 我也很欣赏你们 所以有学生来 我都是很开心的 您遇到当中 就是有好也有比较不好 但是总体来说 您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都不错 至少都还是很朝气蓬勃的 不是说很驼飞的 那还不多的 那您对于这个常设机构 和在华印尼学生协会 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期望吗 有的 我当时设立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希望这个常设机构 变成印尼在华学生 一个就是不可或缺的机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这个亲政碰到问题了 他首先想到的 不是我要去找某个外事机构 而是找到我先找学生 产生机构 是不是能解决问题 我希望学生 在他快要毕业的时候 他不要为 找不到实习工作 焦虑 那因为有学生产生机构 他有产影 有这些合作的单位 供你们选择 甚至在你们毕业以后 可以提请推进 两到三家的中资机构 你回亚加达也好 你留到中国也好 都有单位在备选 就是让你的选 找工作的时候 不要变得那么惊难 是吧 同时能够让自己学到的东西 就提醒提醒出它的价值 这是一个 第三个嘛 就是日常学生 在中国的一些数据 人总是在外面 难免会碰到一些难事 是吧 一些急事 那么我希望 这个残舍机构能在这些方面 能起到积极的一些作用 那您确实很伟大 就是说负责在学习的时候 然后又毕业之后 然后又是工作了之后 这是三部曲 三部曲 学生三部曲 必然的 必然的 就是我们也希望在这个三方面 都能帮到你们 对 那我们也知道 就是今天播客的节目很特别 就是邀请到了您 然后就是在前几天 我们也有在社交媒体 就是在Instagram上面 开放了一些提问的环节 然后一共总结出了有三个问题 好 对 就是想说 您这些年在中意两国合作当中 工作上所接触到的印尼人 或者是印尼的合作方 就是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一个印象 对 对 您说对了 我是他们的公学 我们中国的名字叫客人的客 心厚的先 死完的死 这叫三轮车 就印尼话会叫给您